这个皇上跟楚天心 合演一个告狱状的戏 这 这是咋 咋回事啊 皇上他很久没来楚秀阁了 而且打探消息 也并非一时半刻能做到的 以柔帮不上忙了 你现在有点意思了 那倒也是啊 皇上现在正在处理楚天心案 是没空到楚秀宫来 可是如果皇上真要是到了楚秀宫 娘娘 您这甲龙胎还要安多久啊 没错 这个门你必须帮着你 太后不是喜欢你吗 你在太后面前说几句好话 难道皇上敢不从吗 这话就这么难办 多谢干爹提醒 以柔一定照办 这不就结了吗 现在时间不早了 奴才也不打扰娘娘安胎了 奴才告辞了 一柔送你 别见 这要是伤了您的胎气 奴才可惊受不起呀 干爹慢走 唉 慢走 翠花啊 给我紧紧地看好了你们的煮饭 要是有什么事马上向我汇报 公公放心 翠花明白怎么做 嘿嘿 公公慢走 好 嗯 娘娘 你怎么出来了 啊 赵福松李宝川刻意刁难 你其实不用理会他们的 来 只要能查明真相 保住这套书 这点上算不了什么的 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你高于壮的事了 也都知道 本草品会竟要这套书了 接下来 就要公主于事 让百姓评说 编撰是否有误 可最让人担心的就是 万一书中有错误的话 就算有误也是少数的 唉 就算只有一个地方错的话 李宝川他们 也会紧要不放的 无所谓 只要能让这套书流传明间 我死了也值得 小天 我不许你这样说 大哥 我做好心理准备 我准备了 我高先帝的状 太后一定不会扰我的 好了 先不要说这些了 你现在先好好养伤 大娘还在等你呢 大哥 我娘她还好吗 她的伤好点了没有 按照你的药方 每天坚持服药 现在大娘已经好了很多了 不过最重要的 你好好养自己的伤 其他都不要想 有点 启禀皇上 太后请您去慈宁宫一趟 慢着 太后 来 来来 你的衣服怎么穿的啊 连衣服都穿不断正 连腰带都歪了 听说楚天心来告狱状 他状告何事啊 说呀 我在问你呢 宝川 在 把楚天心给我叫来 哀家亲自问他 是 母后 楚天心 状告父皇 什么 他状告你父皇 他告你父皇什么罪啊 说呀 一告父皇不便是非 二告父皇罔顾人命 三告父皇昏庸无能 那你觉得他告得有理吗 二臣 会秉公去调查的 看这套书 编撰是否有问题 那如果没错呢 太后您放心 如果有错的话 皇上立马就会剁了楚天心的头 好 如果没错 你就得替楚天心平反 那就是先皇不便是非 罔顾人命 婚庸无能 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太后您别动怒 皇上绝无此意呀 那你说它是什么意思啊 母后 事情 总有是非对错 所以儿臣想查明真相啊 不用查了 哀家不会看你去侮辱先皇 侮辱立族立宗的 不管真相如何 那楚天心都得败宿 爱先皇的遗旨 斩 皇上 您就听太后的话 别惹太后生气了 太后要是犯起了头疼病 那个了不对啊 母后 儿臣 恕难从命 我没听清楚 你说什么 皇上 奴才求您别惹太后生气了 千万 别让太后对不起先帝 往往别让先帝 蒙手执容啊 保穿您起来 皇上 您要三世了 我很想三世了 三世了 你起来 三世了 你起来啊 是啊 三世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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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起来 起来啊 你既执意如此 那你就审吧 你就秉公处理 你就误文误作地处理吧 儿臣 多谢母后 雨柔啊 一边是太后 一边是小天 不是不仁不义 就是不忠不孝 你说我该怎么做 这要证明 先帝没错 小天也没错就行了 你怎么说 怎么说 先帝不安要领 又怎知边窜有误 只要找出 当年建言的人是谁 只要找出建言的人 就能还先帝清白 为小天除罪 也可以 给太后一个交代 当局者谜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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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有你 为皇上分忧解劳 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以后 孩子出事 能像你一样聪明就好了 一边倒是希望 他能够像皇上 像皇上一样聪明 明示礼 讲道理 来 让朕摸一下 我们的儿 怎么了 最近 害喜害得厉害 那 早点休息吧 皇上 皇上 今晚 我在楚秀阁过夜了 你怀胎腹中 再次过夜 不太好 恭送皇上 那我们的主意 你怎么来了 我呢 听说你要嫁人了 过来看看 真要嫁了 我答应我爹了 这答应是一回事 反悔呢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想嫁呢咱就不要嫁了 要么我带你出去玩 我跟我娘立过世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撬家了 不是 你娘 你娘她也不希望你嫁一个不喜欢的人 我印象中的章鱼妹她不是这样的 你怎么知道我这样会不好呢 说不定傅家会对我很好的 说不定我会很幸福很快乐的 好了 你知道我的个性的 我才不会做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呢 得 我就住在小石头那个书屋里 你什么时候想开了 就来找我 嗯 郎太医 这几卷本草品会经要交给你 你即刻率所有院士教稿刊物 是 这几本书 我已经找画匠临摹了几份 你将此书公告天下 只要在书中 找到一点错误的话 赏金一千两 皇上 这不就等于将此套书 共诸于世了吗 这样不好吗 卑职灵纸 卑职灵纸 冷太医 当年是谁跟先帝说 这道书编撰有误的 书下不清楚 但记得 当年是李公公来宣制抓人的 当时的语书房汉林 就是赵太师 你说什么 人手一卷 我想过不了多久 可能就会流传全国了呀 哎 这事都有点意思了 嘿 这事啊 哎呀 公公公公公 这事啊 已经找到了 现在没有必要再留张哲三了 不是的 那余下的本草全在张哲三的手里 张哲三一大把书交出来 皇上就有了全部的本草嘛 那又将怎样 没错 我告诉你 如果证实了本草编钻物的话 那是个满门抄战的太医 为何而死的呢 皇上如果查起来 那怎么办呢 你呀你呀 放虎归山 你真是枉费我一片心机呀 可是本部怎么知道皇上他会知道这件事 不要再说了 现在咱们的当务之急 就是赶快先皇上一步找到余下的本草 当众销毁 来他个肆无对政 这件事你如果办不好的话 咱哥俩可就是 老头儿屁差了 我 我 禀皇上 属下率太医院院士 比对裤藏要点 较对查证后 确定这些眷书的内容无误 那明天可有纠正 迄今尚无 属下谢谢皇上 谢什么 皇上宅心仁厚 奔草义书流入民间 足为万民之福啊 愣太医 楚红是什么样的人 楚太医人心人术 一手针灸神迹 无人能及 将文狐女 果然小天的医术 是父亲的遗传 冷太医 当年十二位太医被满门抄斩 你觉得 是冤枉的吗 有话直说 朕不会怪罪你 郁家之罪 何患无辞啊 没事了 退下吧 遵旨 郁家之罪 何患无辞 儿子 20 这张纸什么意思呢 你得把它藏得这么隐秘 一定很重要 你先收着吧 大哥 你帮我收着吧 放在你那儿比较安全 那 就真别决 你先留着吧 这本书我从小看到大 原来竟然是我爹写的 谢谢大哥 谢什么 是我要谢你们才对 你爹用心良苦 把这本书留下来 免于被焚毁的命运 你能让这套书重见天日 让更多人读到 这真是天下百姓之福啊 如果我爹全下有知的话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小天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现有的本草 经过太医院院士的查证 内容完全正确 民间也没有人指出错误 现在我们就查小三那边 只要找到他 输就全了 二哥不是被抓了吗 他已经被赵福松放出来了 怎么可能 赵太师处心积虑地要害二哥 这肯定有问题啊 这个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不过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莫贵妃 她最近好吗 她 她很好 我听人说啊 怀孕的时候情绪变化很大的 多体谅她一点 先别说这些了 现在眼前最重要的是 是你告欲状的事 该怎么解决 大哥 对不起啊 让你为难了 对了 上次太后急匆匆地找你去 就是为这事吗 太后她又没有说什么呀 她 她 她没说什么 只要 要我禀宫处理 勿往勿踪 真的吗 你不要骗我了 我告的是你爹 太后她肯定生气了 你不用担心 太后那边来 我会处理 太后那边来 你给我乖乖待在这里 等找到小三 等找到小三 拿到剩下的书再说 啊 冷太医 这边请 请 冷太医 我爹他怎么了 灵尊心脉方面的疾病更加重了 怎么可能 我爹身体素来强壮 怎么会突然这样呢 也许是太师公务繁重 忧过忧民所致吧 要怎么根治 要是只能缓减病症 若要根治 怎样 胆薄名利 宁静致远 好 我得回去为领尊配几副药 告辞了 冷太医慢走 好 小姐 太师出来了 爹 爹 您怎么出来了 没事没事 您应该多休息休息才是啊 没事了 爹没事你放心吧 那我先去取药了 爹 您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小宁啊 爹一闭上眼就老梦见你娘 你娘她老骂我 忙于公务忽略了自己 也忽略了你 小宁啊 爹一直在想 总觉得对不住你 你要是不想家 爹去跟王叔叔说去 爹 真的吗 爹老了 什么管败极品 荣华富贵 都有什么用 能带走什么 爹此时此刻 心里边只有你娘 只有你 爹打算高劳还乡 爹绝不勉强你做 你不想做的事情 咱们父女在一起 开开心心过日子 你看好吗 爹 你当真要高劳还乡 真的 小宁啊 这些日子 把你梦坏了 你去找你想找的人 一起去散散心 爹绝不阻拦你 爹 小宁要陪着爹 不走了 小宁啊 等爹高劳还乡 你天天都跟爹在一起 到时候 爹怕你见了我就烦呢 去吧 去找你想要找的人 一起去散散心 爹 那你好好歇息 我不打扰你了 去吧 太师总算了解了小姐您的想法 真是太好了 等我爹告老还乡了 我们就去江南住 听说那边的天气 可比咱们这儿暖和多了 冰糖葫芦 小姐 你喜欢吃这个呀 给小石头买的 好 谢谢 谢谢 糖葫芦 那 张大人呢 他嘴巴那么臭 吃什么糖葫芦呀 赤米田工还差不多 说得对 给他吃那是糟蹋了糖葫芦 我是去看小石头的 要不 我们顺路去看看那个张 你 小姐 你不要说话 站住 别跑 小姐 我催了小姐 让你来说话 正所谓 弯弯叉叉 在河叉叉 妖条叉叉 君子叉叉 你懂个屁呀 大福都知道 那是叉叉鞠鸠 叉叉之舟 摇嵘淑女 大福好求 正所谓天涯河处无叉叉 你懂个屁啊 大福你都知道 这叉叉河处无叉叉 差不多嘛 反正都是叉 来 喝酒喝酒 小石头 我来找你 张玉妹 冰糖茶茶 什么冰糖茶茶 冰糖葫芦 你帮我拿一下 你多大了 今天晚上有空 你个小色鬼 拿好的冰糖葫芦 快点 放凉快去 那么有闲情益智 还遛猪呢 同一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两遍 我遛你你干嘛 你 不是怎么着 这是又离家出走了 这回东西配得还挺全 天有那么热吗 扇子顶脑子上干嘛呀 我知道了 不嫁了是吧 这就对了 你这个脾气啊 就别误人子弟了 怎么着 和我说话差不上是吧 得得得 你说你说你说 放开我 救我三哥 救我三哥 放开我 三哥救我 小石头 三哥 小姐 别动 你别放开我 爹 明儿你辛苦了 没有你 我怎么能抓得住这个朝廷侵犯 你出卖我 我没有 我没有 出卖我换你无嫁 这个买卖挺划算啊 张大人 真的不关小姐的事啊 你别说了 事实就摆在眼前 换你你信不信 三哥 来人 救我 不通小姐回府 三哥 爹 爹 就算了 我没有 救我 救我三哥 三哥 赵太师 恭喜你抓到我了 三哥 但是就凭你这几把破通烂铁 恐怕留不住我吧 我留不住你 我还留不住他吗 你还要不要脸啊你 小孩你都不放过 我问你 本草品会精药在哪里 你要那几本画册是吧 好 我给你 你放了它 张大人 我给你一个时辰的时间 你要是回不来 这个小孩子的命 就保不住了 这 小兹 别怕 等我 是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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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你 在 书拿到了 人就别留了 是 冰糖糊了 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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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吹牛啊 绝对一模一样 分不出哪是山寨的 哎 哎 这是你画的 不是 上头本来就有的 我看它应该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所以就得越复制 如果您要的话 我可以马上加上去 不用了 这样挺好 免得搞混了 给 对了 你这有没有什么四出五经 七出八经的 有啊 不知可宽您要哪一本 有多少要多少 好好好 好好好 大娘 这套书很重要 您收好 千万别让别人知道了 不过是几本破话策 为了这些丢了那么多条性命 不如烧了它吧 不能烧 小天说可以救很多人 我知道 小天怎么样了 您放心 有大哥罩着吧 应该不会有事的 倒是您的伤 好点了没有 我的伤没事 不过就是一点贱伤 跟蚊子咬的似的 我听小石头说 您这伤挺严重的 小孩的家家 就知道大惊小怪的 对了 回头你转告小天 要没什么事 叫他回来看我 说我想他了 我知道 那我走了 看见小石头 让他回来 别让他老在外面瞎混 好 好 我一定带他回来 楚歌 你就是为了这堂书 才丢了性命 你要是在天有灵的话 保佑小天 千万别走上这条不归路 出来吧 我把书带来了 出来 把人翻了 快 走 快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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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救我 三哥 把他放了 让这三 把书交出来 三哥 你不要给他们 都是我惹的麻烦 千万不要给他们 千万 闭嘴 不要打他 书我拿来了 把人放了 你先把书交出来 你们先放人 你 我们一起放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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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快快快 快快快 这是老大的书 小知道 这是老大的书 小知道 小知道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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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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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知道 小石头 在哪 在哪 分头追 是 顶住啊 三哥 小石头 顶住 不要走啦 三哥 我好累啊 三哥 别管我 去见书啊 那些书是假的 真的还在 那 那就好 三哥 我想睡啊 小石头 你不能睡 你不能睡 看着我 看着我 你不能睡 看着我 三哥 你叫我无辜好不好 这样以后 我就不会为坏人欺负 好 三哥答应你 三哥教你 都教你 啊 三 三哥 这个帮我包裁 等我睡醒过 再给我 好不好 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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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极了 太师 恭喜你了 多谢 你的女儿如果大婚的时候 别忘了咱家 请我一杯水酒啊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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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最近谣传你的女儿 跟张哲三私奔 甚嚣尘上 你说这个消息啊 要是传到傅家耳朵里 恐怕要毁了你女儿一身的名誉吧 张哲三要是死了也就算了 偏偏让这个小兔崽子给跑了 李公公 这件事本不自会处理 不劳公公费心 您有时间在这里说三道四 还不如快想想办法 怎么除掉楚天心这个麻烦 楚天心活着是个麻烦 咱们给他弄死 不就结了吗 他现在被严加看护 咱们怎么有机会动手呢 咱俩动不了他 有人动得了啊 谁 华贵 干爹 这件事情 恐怕没那么好办 为什么没那么好办呢 除天心现在受保护 想要动手绝非一事 你冰雪般的聪明啊 又得到了皇上的厚爱 你诚心做件事 难道做不成吗 一柔现在在安胎 如果贸然去探监 恐怕会惹人怀疑 更何况 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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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说 黑玉香的事情 何天心对我已经不信任了 亦柔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 话说的没错 但是做这件事 比云莹那事还难吗 亦柔不明白干爹的意思 云莹吃的可是后宫秘制的毒药啊 这是绝不会外流的 是不是给你手上拿的这把钥匙啊 云莹小姐曾经药以柔开过库房 那个傻不愣登的 她怎么会知道后宫里面有密药啊 那也许是华佗跟她说的 别说是华佗了 那就是首席太医冷泉 也未必知道啊 更不要说一个刚进宫的丫头骗子 她从何而得知啊 那干爹是怀疑 雨柔是害死云莹小姐的凶手了 没根据可不能乱下结论啊 哎呀 以你的智慧和能力 干爹怀疑你 你可不要怪罪我呀 那既然如此 干爹何不把我交给皇上和太后呢 我们没根据可不能乱讲啊 啊 哎呀 我们是妇女 应该同舟共计呀 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干爹吩咐的是 雨柔一定尽力而为 我没白认这个干闺女啊 告辞了 干爹慢走 我没问题 大概会 camps 这棵原则有兵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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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 三哥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自有嫌的宠 等你老大来 再帮你立一个墓碑 你像这个头台 好好念书 像我一样 知道吗 三哥没用 没照顾好你 现在躺着的人应该是我 五十一 小师的 你放心 三哥一定给你报仇 大哥 小三 你跑去哪里了 我找你很久了 外边比较自在 多待着两天 哦 对了 我把那个 本草品会经药 交给大娘了 有时间你去拿 你怎么不自己来拿呢 我有案在身 不方便吗 小天怎么样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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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啊 好就好 大哥 你是好皇帝 以后好好照顾老百姓 希望别再有以大欺小 以强欺弱的事情 人人都有钱花 我说小孩都有书念 你干嘛跟我说这些 小三 有什么事情你就说 你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我自己的事我能处理 小三 咱们是结拜兄弟 分什么彼此啊 我知道你够仗义 小三 我走了 你去哪里啊 大哥 多保重 替我照顾好小天 你有什么事情 你不说清楚 就别想走 太后 母后 大哥 多保重 请 深深深一片 苍茫茫 爱切切尽在花中痒 混流在那一夜花前月下 看星星疏落惆怅 牵住的都是手一双 都是情味和不一样 问谁在星夜里思念挣扎 看天地良情向往 屋檐独向西楼 月入口 寂寞的梧桐 所请求 剪不断离海乱寿旅酒 别是一般滋味在鲜桶 花痴飘零 谁自流 一种相似 两曲仙愁 躲不开朦胧里的温柔 等不住断水水共流 让心去流浪 让梦去飞翔 很爱情长年在水中啊 心情在隔岸相望 让心去流浪 把思念装进了行囊 整个心看不见彼此感想 我们的心在歌唱 我们的心在歌唱